本土疫情尚未趨緩 18號新增確診44846例 比上週同日上升了8.4% 醫師省正男分析 週三是判斷疫情是否已過高峰的關鍵 XBB在新加坡10月3號到9號 占比54% 高於前一週的22% 香港境外移入占一成 日本 印度 泰國也有個案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表示 XBB在亞洲可能成為下一個 取代掉BA.5的強勢變異株 國外研究發現 XBB免疫逃逸能力是BA.2的28倍 是BA.5的19倍 重複感染機率增加 次世代疫苗可以預防感染降低重症率 它對於藥物 對於疫苗各方面的治療 可能都會打折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 個人防護最重要 另外高雄市有一名男大生 染疫流鼻涕 狂醒鼻涕 幼兒突然聽不到 就一發現造成中耳炎 在耳膜打動引流肌液 再加上用藥才康復 提醒民眾 染疫期間如果感到耳朵悶色 聽力下降 甚至合併頭暈 可以先視訊就整 待解割後就醫 以釐清是否有中耳炎 記者黎晴王一仲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